据司马迁的记载 西边是右边 坐在西边就是上尉 上尉本来是招待客人的 向羽他自己坐在的西边 那说明他自己 人们自己是老大 他就没有把这个刘邦放在心中 宴席上久过三巡 宾主相谈甚欢 向羽丝毫没有要为难刘邦的意思 向羽这样的态度 令范增十分紧张 他多次举起欲绝 示意向羽动手 但向羽并不理会 绝就是个事物 而且古代男人的缺口 寻自有计划 绝人 以绝 跟人断关系 断交关系 给这个东西 范增在酒宴上 就拿这个东西 你跟他赶紧翻脸啊 宴席过半 范增终于坐不住了 他叫来向羽的堂弟向庄 让他进账进酒 然后以武剑为幌子 刺杀刘邦 眼见席间枯燥 向羽便同意向庄 武剑 助兴 向庄的出现 让酒席上的形式 瞬间变得十分微妙 刘邦对于向庄的地图 动若观火 却无计可施 范增焦急地等待着 向庄下一步的行动 向羽似乎有所察觉 但也没有阻止的意思 鸿门眼就此进入了高潮 向伯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 可能跟前妻刘邦在他身上 所花费的时间 精力 甚至一些承诺 回过头来 可能他私下里 也会给刘邦一些承诺 保证刘邦的安全 那你回过头来 反正给向羽出主意 要把刘邦在宴席上杀掉 那当然 这是向伯所不能接受的 向伯就没法为人了 不过帐内的情势仍然十分紧急 向伯与向庄谁都无法罢手 这时 鸿门眼上 一个出乎意料的变数出现了 眼见众人目光 都聚集到向庄和向伯的身上 张良起身出音 找到凡快 向他说明了 营帐里的危急情况 赶紧保护刘邦 情急之下 凡快携带配件 手举盾牌 一路闯入帐中 突发的变故 使得宴会安静了下来 面对怒目远征的闯入者 向羽面色明重 当得知来人是刘邦的警卫凡快时 向羽感慨其威武 随即赏酒刺肉 勇猛的凡快 让向羽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而就在这时 凡快的一段话 也成为改变鸿门眼局势的关键 凡快进来之后 首先就是说 你这个出事不公 首先强调刘邦为了灭暴秦 做出了多大多大的贡献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你应该给他的是封场 你怎么能够对他起杀心呢 首先把你扒高 扒高之后 他把向羽扒高之后 实际上在借用向羽的那种贵族身份 这种贵族啊 对所谓的道义 以及面子 这些东西都很重视的 你身为大贵族 大将军 天下赤杀风云的大英雄 你怎么能够杀 无罪之人呢 凡快以普通将士的身份 说出这番话 引起了项羽的思考 他无言以对 战内气氛得以缓和 而此时的刘邦 却是如坐针毡 鸿门宴上瞬息万变 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杀机 因此 借刘邦出仗如策的机会 张良凡快 劝刘邦回赢 刘邦他走的时候 就说还心里 觉得很愁愁 说我没有和人家打招呼 这样走好不好 后来呢 有人向他建议说 说我们现在呢 是在非常危险的关键时刻 你向他去告别 等你再送死 所以最后刘邦呢 就让张良留下 但是你记着 你别记得近 等我们从小道 回到坝上的时候 你再进去 免得他们又跟着追了过来 坝上里鸿门 一共四十里路 超小道 二十里 二十里骑到马 很快就到了 没多久 张良入席 奉上玉璧和玉斗 作为礼物 献给项羽和范增 并解释到 佩公不胜酒力 且听说大王要责备他 所以不辞而别 特奉上玉璧 特奉上玉璧以示歉意 避佩公也 无处今 为之卢移 项羽由此错过了杀死刘邦的最佳时机 后人也把鸿门宴作为项羽游勇无谋的一个重要证据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红梅燕呢 应该说刘邦和项羽 两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那么刘邦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保住自己的生命 他实现了 而项羽的目标是什么呢 实际上项羽就是要把刘邦赶出关中 这样项羽就不费一兵一卒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所以说也不能说项羽就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 项羽当时他还没有真正能够认识到 刘邦是自己夺天下的大敌 最后的眼神 小 House 请 read 前行 3